第八百二十七章 空间挪移 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座一摩城 所有人都是面带惊骇的望着天空上的庞然大雾 这天妖雕这名果然名不虚传 这般可怕体型倒是真有着口吞日月之想 而且众人都是能够觉察到 小雕的气息显然也是在伴随着体型的膨胀越发的强横 那种程度一时丝毫不弱于原文森大长教的任何一个人 人手祖文 这可是天妖雕一族的保命手段 虽说他借此短暂的恢复了实力 但之后恐怕会受到相当重的创伤 蓝袍老者望着天空上的庞大黑影 眼神也是凝了凝 轻声道 不过即便恢复了实力 他依然不可能一滴三的 天云子三人都是踏入了转灵境的强者呀 应玄子听得蓝袍老者的话 手掌也是忍不住地紧握了一下 眼神复杂 天空上紫黑能量几乎是化为了浓郁层 云层飘浮在小雕周身 将其他庞大的身躯遮掩得若隐若现 你要杀我们一人 恐怕即便是你燃烧了祖福 也还办不到 天云子望着天空上弥漫的紫黑云层 眼中终是有着一些凝重之色凝聚 但旋即他又是摇摇头 道 那就试试 小雕尖利的声音轰隆隆的在天空之上席卷而下 下一霎 漫天云层搅动 竟是化为了一轮千丈庞大的紫黑弯月 弯月悬浮天际 一股可怕的波动散发开来 令人心生恐惧 摇月轮 一只巨大的紫黑手爪穿透云层 一把便是抓住了那弯月轮 然后没有丝毫停顿 弯月突然转下直接撕裂空间 灯头便是对着天云子三人怒斩而下 弯月呼啸过天际 即便是相隔数千丈 但那一抹长之中 一道巨大无比的裂缝已是出现 这月轮之力竟然如此的可怕 任云子望着这一幕 一是轻轻冷哼了一声 袖袍挥动 生死之力呼啸而出 直接是在其上空 化为一道巨大的黑牌圆盘 圆盘黑白相间 宛如阴阳相合 生死圆盘刚刚凝聚 那月轮已是凶猛而至 然后犹如陨石相撞般 狠狠地硬恨在了一起 巨声在天空之上悠扬地传荡开来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一道数千丈庞大的能量波纹 宛如奔腾的潮水一般 疯狂地自天空上席卷而开 那一刹那边空间 直接是崩碎开来 一道道巨大的黑色裂缝 宛如恶魔巨嘴一般 接连浮现 生死圆盘在那等冲击下 到尸而出 而任云子也是受到波及 竟是被震退了两步 但玄机他眼神便是阴沉了一些 身形一动出现在了 那倒飞出去的生死圆盘之上 而后身体圆盘犹如融合一般 化为一道黑意外之光 再度对着天空之下小雕暴力而去 可怕的波动不断地从天空上传荡开来 那巨大的月轮不断地攻击向人原子 而且在攻击之余 一些波动也是一远向天原子两人 看这模样 小雕真是有着一敌三的迹象 好多年未曾动手 既然你想玩 那就陪你玩玩 天原子与地原子对视了一眼 玄机眼中即使掠过一些寒气 一声冷笑 竟是同时掠出 然后冲进了天空之上的战圈 奔随着天原子两人的出手 天空上那些紫黑云层 竟是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崩溃着 小雕那庞大的身影 也是开始节节败退 显然即便如今实力暂时恢复 但小雕依然是难以做到 以一敌三的地步 竟然一人独占 圆闷三大长教 远处的楼阁上 灵青竹望着天空上 那堪称惊天动地般的大战 素雅的清淡两颊上 也是忍不住的微微动容 今天这一幕幕之事 就算是他 都是难以保持平静 灵青竹身旁的美妇 也是颇感震撼地点了点头 玄机道 天妖雕真不愧是 妖兽界中霸王级别的种族 若是一对一的话 或许他并不具圆门三长教 但现在这种一一敌三 却是过于拖大了 不过不管怎样 今日此事传出 恐怕整个东悬域都得翻天了 那个叫做灵动的小家伙 还真不是善茬 不过八元涅槃境的实力 竟然能够搅动这般风云 只是这样的话 或许圆门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一旁的素柔听得此话 小手顿时地忍不住紧握起来 他眼睛有些红 但他在瞅瞅了一会儿后 突然道 灵动大哥 不会死在这里的 虽然他很清楚 如今灵动陷入的是何种险境 但他却是固执地相信着 这个一直在创造着奇迹的人 一定不会这样轻易地 死在圆门手中 灵青竹望着 雪红着眼睛一点固执的缩柔 片刻后 那有着薄纱遮掩的脸颊上 似是露出了一个 星桃众生般的笑容 旋即微微舔头 他的野心不小 在没有完成所有的野心之前 或许没人能够杀得了他 你们两个呀 美妇有点无奈地望着两女 玄机摇摇头 这一次要对灵动出手的 可不是什么寻常人物 而是圆门三大长教啊 那可是东玄域之上 真正的顶尖强者呀 他知道 自己也打不过 天原子三人的联手的 怎么还要这般 应寻子望着天空上 节节败退的小雕 难难倒 蓝袍老者 眉头也是皱了一下 他目光缓缓地扫视着 天空上弥漫的紫黑云层 半晌后 眼瞳突然缩了一下 目光紧紧地盯着 小雕身后某处 那里漂浮着一片紫黑云层 只是这片紫黑云层中 隐隐约约的 有着一些奇特的波动 散发出来 他并不是要与 天原子三人拼命啊 蓝袍老者目光闪了一下 突然道 他在准备着什么 应玄子文言 眼神也是一宁 也是注意到了 那片不引人注意的紫黑云层 接着 他手掌猛然紧握 那是空间挪移的波动 他要带着林栋他们离开 嗯 他如果真的要彻底拼命 圆门三大长教 或许真的能够被他拼死一个 不过那样的话 林栋两人也是在劫难逃 蓝袍老者微微点头 他是故意对天原子三人动手的 避免空间挪移的波动 被察觉 嗯 希望他能够成功 应玄子手掌紧握 显然他同样是并不希望 林栋死在这里 彭给一声 又是一道犹如惊雷般的声音 在天空上乍响 小雕那庞大的身躯 突然迅速倒退 光芒闪烁间 竟是化为了人形 他目光阴沉的望着远处 天空上的天原子三人 而后袖炮一挥 紫黑能量席卷而开 直接是卷起 林栋于小岩 迅速的推进了 那紫黑云层当中 而随着三人进入云层 那里的光芒 也是迅速消逝 云层散去 一个扭曲的空间阵法 便是浮现了出来 空间挪移 远处的天原子三人 见到这一幕 面色顿时巨变起来 我操控阵法 这东旋御 现在留不得 小雕手印闪电变幻 顿时 那扭曲的空间阵法 高速旋转起来 狂暴的空间波动 疯狂的散发出来 林栋灭色苍白的望着 一脸阴沉森然的小雕 他能够感觉到 后者的气息 在迅速的消退着 当即明白 先前他暴涨的实力 已经开始消失 一代代得 他实力彻底降落下去 他们便是彻底的 失去了逃脱的机会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天原子三人一声冷哼 竟是同时出手 浩华能量撕裂天际 狠狠的对折 那空间阵法轰击而去 这架势若是被轰重 小雕辛苦构建的空间挪移 显然就得立刻报废 混蛋 小雕眼神有些赤红的望着 三人呼啸而来的攻击 他现在已在操控阵法 显然无法再分出心神 来应付三人的攻击 我去拦住他们 小雕所画的黑虎 发出低沉的咆哮 玄机身形直接是画为 一道黑光暴力而出 试图以命相拦 然而 就在他即将掠出阵法时 一道影子却是先他一步掠出 反身一脚便是将其踹进了阵法当中 而那道身影则是借助着 这股推力倒射出的阵法 大哥 小颜与小雕望着 那道射出去的身影 现实愣了一下 玄机两人双眼 顿时雪红起来 玄机三人双眼 玄机三人双眼